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在今天下午即将举行的游泳世锦赛 跳水项目当中最受关注的女子单人十米台的对决 这个比赛由于有全红蝉这个流量担当 再加上陈玉希这个世锦赛冠军的较量 所以比赛也变得非常的刺激 可以说不到最后一跳 大家都不能够看得出来 究竟谁能够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 双方从东京奥运会女子单人十米台的较量 开始形成了绝代双交的局面 而且双方的状态都是起起伏伏 都会有一段时间能够连续的获得胜利 像全红蝉的话 在东京奥运会以及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 全国的全红蝉上都曾经战胜过陈玉希 一度让大家感觉陈玉希已经是打不过全红蝉了 目前就将全面进入到全红蝉的时代 但是在2022年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2022年的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 包括2022年的跳水世界杯的决赛 最终赢下来的都是陈玉希 包括这个状态延续到了今年的西安世界杯分战赛的比赛当中 全红蝉依然是没有能够击败陈玉希 不过在今年5月份结束的蒙特利尔战的比赛当中 全红蝉终于是赢会了一次 那双锋在最近6次的顶级国际大赛的较量当中 打成了3比3平 这一次的话也将会短暂的决出 谁会稍稍领先一个身位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全红蝉在决赛之前已经是手握两大优势 陈玉希有可能会翻盘无望 哪两大优势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积分上的优势 经过预赛和半决赛的争夺之后 全红蝉是以451.40分的分数进入到了决赛 而陈玉希的话呢 则是分数为430.05分 那半决赛的分数会按比例进入到决赛当中 这就相当于全红蝉在两个的竞争当中 有了更多的容错空间 这主要是因为陈玉希在预赛当中的第三条 625C这个动作的时候出现了巨大的失误 导致他在预赛的分数竟然还不到400分 这个巨大的差距确实是非常难以弥补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5月份蒙特利尔战 陈玉希输给全红蝉的那次 也是在625C这个动作上出现 失误最终导致丢惯了 不知道这一次陈玉希能否完成最终的逆袭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按照比赛的规定 将会按照半决赛的排名倒序出场 也就是说陈玉希将会倒数第二个上场 而全红蝉的话将会在最后一个出场 那这也会让全红蝉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他可以根据陈玉希在前面的表现 包括整体他的一个分数 全红蝉也会提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也可以去根据场上的形式 变换自己的技术动作 或者是选择一些比较难的冲一冲 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稳妥一点 这个对于全红蝉对于他的主教练 陈若琳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说在手握这两个优势的情况下 全红蝉很有可能会收获自己 在市井赛上的第一个个人项目的冠军 这是全红蝉的第二次市井赛之旅 上一届布达佩斯市井赛 全红蝉收获了两个冠军 但全部都是团体赛的冠军 而在更加重要的个人赛上 当时全红蝉是输给了陈玉希的 这一次全红蝉是有机会创造历史 收获自己游泳市井赛 个人首个冠军入账 都不应该是有点赛的冠军 我看什么那样 我看你会叛冠军 感谢观看